我们刚才看到的汽车的货物税 可能涉及的层面比较广 那如果说从机车上面 17%的货物税 是不是会相对来讲的话 比较简单一点点呢 如果取消机车的货物税的话 我们来听听民众还有业者 到底怎么说呢 密码机车聚集在路口等红灯 现在有立委和机车业者就喊话 要调降17%的货物税 减轻机车主乎负担 一部车17%左右的货物税 它会直接影响到车价 所以如果说政府免征货物税 那厂商就直接将替政府代征的货物税 降价让所有消费者来受益 这样会可能会增加采购的欲望吧 很好啊 对我们来讲是福利啊 随着环保法规上路 机车制造成本大增一倍 一部车成本从平均的三万元 增加到六万元 若加上货物税 甚至比在欧洲卖的还要贵 对此立委也强调货物税 应该要弃机车脱钩 所以机车已经不是早期被认为是奢侈品 而是民生必需品 那这样的货物税 其实它没有法律的依据 那早期它是被认为是奢侈税 就像我们的冷气电冰箱 当时也被磕非常重的货物税 机车的货物税年平均 大概将近五十亿 那对于政府的裁员来讲 其实并不是很大的负担 认为税支不合理 加上全台机车保有数高达一千三百九十万辆 共有三分之二的民众拥有机车 因此调降货物税 对机车组也不无小补 而面对外界期盼降税 财政部则回应货物税涉及环保 又是地方裁员 必须和能源税开征 一并审慎考量 财政部说这个货物税 是跟我们的环保 甚至于能源税是有关联 但是我们真的听不懂 Singer 这到底有什么关联 其实我觉得政府 我们刚刚前面在讲一件事 税这个东西必须要符合公平正义 那现在政府每个月 每个年有五十亿左右的税收 现在进了口袋 就它吐出来 它就会想进各种办法 说不要 所以找了很多理由 比如说今天跟环保有关 跟什么什么有关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 那个都是一个推托之词 第一个是 如果以汽车跟机车来比 其实机车的货物税占比 没有那么高 汽车大概在650亿上下 机车只有50亿 那第二个呢 我们刚刚其实前面 立委有讲过 目前机车来说 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奢侈品 它是个民生必需品 那你把它再磕17%的税 对人民来说 负担其实是相对来的重的 另外一个是说 你说今天跟环保有关 可是其实每年你有收燃料税 那而且燃料税 我们燃料税的收法 是非常奇怪的 它是说你不管你今年 骑多少 有没有在骑 都是收一样的税制 是 如果你真的要符合 公平正义的话 是不是应该把燃料税 放到水油征收 是 可是现在你没有 那你就是用很多很多的理由 来告诉大家说 货物税收的是有原因的 可是实际上 一点原因 一点理由都没有 那你找了很多很多这种词 来推托 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那今天机车 今天机车已经是大家的 名声必居品 如果说你说 从17%要调到0 好像不是那么符合 好像不是那么 符合公平正义之类的事情 那至少你调降到 比如说10%甚至5% 是比较合理的状况 那我们还看到 另外一个状况是说 目前政府为了去推动电动机车 所以电动机车是免税的 那所以 货物税是免税 是免税 就是一差就17% 对 那前面我们提到的 所谓的 你造成社会成本的部分 难道电动机车增加 数量增加之后 对整个社会成本就不增加吗 这其实有点说不过去 那我认为说 你当然要扶持一个产业的时候 是有一些部分的税制去补贴 这个我觉得合理 但是是不是在本来 我们所谓燃油机车上面 而且现在已经六期七期之后 有越来越环保的趋势 那是不是把这个税制 从17%调到往下掉 10%或5% 其实比较符合一般民众的期待 那实际上对税收的这个差距 也没有那么的大 对 那重点在于说 我们刚刚前面 艾达有分析过 它是货物税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营业税 它是跌上去的 所以不是只有17加5这么简单 所以整个 其实加起来对民众负担是重的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是 大家必须好好的思考 应该要赶快处理的部分 对 如果说取消货物税来说的话 在机车部分 那么相对来讲的话 刚才我们就提到了 是不是直接冲击到最大的 应该就是电动机车呢 其实之前呢 政府针对这个电动机车 有许多的补助 可是因为它大减了 这个补助之后 我们发现电动机车的挂牌数 也相对还有产量也变 就是销售量也变比较少 乃哥是不是因为说这个差距 真的车价差距变少了 还有或者是民众觉得说 换算下来 其实我养电动机车 跟我一般的人油车 其实那个成本并没有差很多 就是刚刚讲了那么多 不要忘记了 就是我们现在讨论 应该就是说 货物税它的存费与否 是因为它现在是不公益的 因为你汽机车去磕这个 它可能符合刚刚小叶说的 其中一项你会造成很多 社会国家的成本 比如说你污染 或者是这个马路上的东西 但是你不能拿这个东西来去 一视同仁的全部都压下去 而且货物税既然这样的话 刚刚SINGLE也有讲 电动机车你有没有使用在马路上 它造成的不是不一定是污染 可能是路面的压 还有行人 还有人员的伤亡 甚至一些轮胎的污染 二次回收的问题 这些其实都是造成社会的负担 所以你说它去取消货物税 其实这一个已经有点 它现在是暂时取消 它不是取消 其实它是补助 它是补助 就是说其实它有对 电动机车客货物税 只是现在免征 它是一个鼓励这个产业 但是你注意看 去年开始从经济部工业局 还有环保 还有地方政府中央 再加上这个货物税 因为中央就是货物税 这些的补助下来 你看去年 去年其实真正的电动机车的 整年销售量已经占到了 单一品牌 单一一个电动车品牌 已经占到了大概第二名 23%多的市占率 也就是说这些补助 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有感 他就赶快去买这些车 但是今年开始的话 中央补助还仍在 就是说货物税我暂停征收 暂停征收这个还在 但是其他的包括工业局 这个经济部工业局 还有一些环保 还有地方政府的 这个补助减低之后 你看这个就要水移退了 谁没穿裤子就看得出来 这个电动车的销售量 是急剧下滑 原因在哪里 当一台 同样8万块的电动机车 跟8万块的燃油机车 在刚刚SINGLE也说 现在的能源效应很好 因为我有准备进入七期环保 还有ABS这些都有 在这个同样的价格中 我的电动车可能我要换电 我还要付月租金 但是我燃油车的话 我可能一个礼拜加一次油 可能就不用再加油 因为加上油有便宜 那这样子的使用方便性来说的话 以前这个电动机车 现在因为少了这些补助现在8万块 如果以前的话 这5万块有3万块才这样 你愿意付这个月租费 你愿意接受这一点点的不方便 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 你这些补助没有的话 那就是齐头并进 那我们回到刚刚这个 柯执行长他讲的这个 他讲的应该叫做平权 平权的意思就是说 我认为我都是所谓两轮的交通工具 他没有偏谈说我不喜欢电动机车 或我比较喜欢燃油机车 他并没有这样讲 他就说同样是两轮的交通工具 你不能因为这个 他是电新能源车 然后你用货物税 你的补助应该是用别的方式来补 而不是用货物税 因为货物税的开征 就是三个条件而已 但是电动机车跟燃油机车 他的条件是一样的 只有在使用的动力上跟能源上 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这是与法不合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就是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那再加上去年虽然这个爆量之后 爆量也造成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Goal World就有一些什么呢 你回去保养之后造成什么断电 维修不足 你预约还有换不到满电 还有这个最有名的这个吃到饱之乱 当然最后都道歉息事 就是说这个原来比例不高 然后以后再去重新思考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在这么多的问题中 就是说好我补助了你你销售量上来之后 结果你的企业并没有跟上 当然他是一个能源公司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车厂 所以他可能对车厂该做的事情 没有尽到他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使用的消费者 既然你出了一个摩托车的话 他还是要给予我们一个安全 方便的环境 才是对于消费者一个负责的那个态度 对但是其实我们刚才就已经有聊到说 现在电动机车的市占率就是偏低 因为他的销量也逐渐的下滑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政府有一些补助没有以前多 所以相对也冲击了他的这个售价 那如果再把这个货物税给拿掉的话 电动机车的这个业者一定会觉得 哇 这样子我的竞争力又在哪里呢 可是现在政府迟迟不肯点头 到底他们为什么觉得说 我取消货物税这件事情是不可以行的呢 到底什么原因背后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不对 好 没问题 刚才乃哥不是说我这种需要去上课一个小时 当然要因为我跟教授聊了非常多 他有跟我分析说为什么到现在政府 他还不取消 对 他现在理由是什么 因为环保的关系 对 又把什么能源之类的 没错 因为可是我们放出全世界 目前在抑制环保跟污染这件事 税已经是相对不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他很难去制定说 针对污染我到底要多少的比例 才可以减免这个污染 所以这个是很难去换算 而且他们会觉得说 针对污染我需要一个很通盘的考量 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是什么 一种污染执照 或者是碳排放权的买卖 将来可以针对某一项的排放的污染 去做一个费用 一种对价的费用 可是税其实没办法做到这样 所以我们有分析几个原因 是可能他们现在 不想要把它取消的原因 第一个是税收的比例 像我们刚才都说了 其实一年 以2019年整个政府税收来说 应该是到2.2兆 那以机车这个项目 因为货务税其实就已经占不到一成 那机车在这个整个货务税里面 占的比例更低 所以其实不到0.01%的重量 所以其实税收的比例相当的小 那可可以把这个税收拿掉 但是政府可能认为说 因为它的税收很好收 它叫做什么 躺着收都可以收到的税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们看这个比例 你可以发现 其实税收的成本最高 叫做遗产跟赠余税 因为它需要很多的人力去激增 它也需要针对每个不同的遗产 或是产品去针对它的价格去估算 它的成本是最高 但是我们都知道 货务税是最下面这条 它的激增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不过这个也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 既然你的遗产跟赠余税的成本这么高 你还是收的话 成本这件事 根本不在于政府要不要课税的关键 不管它好不好收 我都应该要课税 所以我们又把这个成本拿掉 所以我觉得最关键是第三个 叫做连带效应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如果说我现在针对 汽机车的货税拿掉了 代表呢 我其实刚才讲的七大项目 我都要重新通盘考量了 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而且现在的时间跟过去 在民国五十几年制定的时候 其实差非常多了 所以跟这每个的费率 都要重新思考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 还有另外的是什么 这叫做东央跟地方的角力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的货物税来说 其实主要是中央 那它通过中央 它来做一个统筹分配的事情 那地方其实也有占比 大概到一层左右 那如果说你今天把这个拿掉 地方就会跳脚 我少了这一层 你是不是要补给我 所以又关系到了中央 要怎样把这个地方 税收的减少 不给地方 所以我现在刚才 就像我刚才讲的 第一个我要通盘的考量 第二个中央跟地方的角力 这些都是目前政府 可能是最大的原因 但它不敢说出口的原因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